上回 揭说着一段雍正欠侠图 上回书咱们说到 胡允胡伯刚的母亲 胡老太太 辞别了老父亲 从北京王府购奔江南 要找儿子去 走的半道管一档子闲事 建议老者找卧途中 动不了这老头 老太太懂一呀 一般的老太太想管这闲事 也管不了 你不懂 胡老太太明白 找块石头全当墨枕 给他一号墨 呦 那个老者 脉相混乱 但是 气面很足 不次于年轻人 这要治还很麻烦 他是自己练功练的 嗯 这样吧 你还在到边躺会儿 跟这儿治不了 这要治呀 得有非常的手术 我上头了 找个店 派人到这来 把你搭到店中 到店里边再说 老头一听 这老太太太 这老太太说的真的假的呀 那那么这行 你算把我救了 可是你找个店 派人来搭我呀 你可别上头了的 王家店 胡老太太一听 王家店怎么拉 就是他们把我扔出来的 因为什么把你扔出来呀 他们丧良心的 我住的店住了些日子了 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眼睁我交不上店弯杖 他们就把我往店外边一扔 这是碰着你了 要碰不上你呀 我也许就动恶而死 这不等同于屠材害命吗 老太太一听这个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你该人家钱 人家不让你住 把你轰出来 那也没法子 行了 我还不上别的店了 就王家店了 他就认的钱 我有钱 有钱好办事 还让他伺候你也就试了 不过就是你跟那多谈会儿 老头儿动都动不了 这老太太要说家话 一走了之 他也没别的主意 好吧 您快去快回 老太太背着自己的包袱 往前走 走了很远 才看见王家店 有电火 一瞧 是个老太太 一人背着个包袱 看着穿着打扎 也不是多有钱的人 身上也没带着什么贵重的物品 这也就是一间小屋 当然一个妇女 你让她住大通铺也不方便 赚不了她多少钱 更甭提一会儿晚上点几个菜 吃点喝点 那不可能 花个三的没两的没 店里搭火也就这意思 所以不是特别的殷勤 不那么热情 对对 您 住间屋啊 可没有太好的房子 你看没有 说的话拿手一指 后面跨院 有小屋 您来一间呢 老太太一瞧 不是买卖画呀 摆了摆手 一间小屋不行您的 呦呵 这北京人 一间小屋不行 您 要多少屋子 我先瞧瞧房子怎么样 好 陪老太太到上房 上房一拉六 这边三间 这边三间 六间房 老太太推个门进去瞧瞧 倒是宽敞干净 蛮好 行啊 这六间 我都包了 您后边还几位呀 后边还一位 那位 那位多能来呀 那位一会儿就到 是上年级的还是年轻的 跟我差不多老头 看着比我岁还大 什么叫看着还大 认得不认得 那老头 伙计没敢问呢 是跟您是老两口 是什么关系呀 人不说 别问了 您俩住六间房干嘛呀 就算你有钱 也别这么花呀 你甭管 老太太说的话进屋了 小包袱也不打 老太太懂得这个 别露白 他拿手进包袱里猫 哎 猫到了 佛经给的银票啊 一给给一袋 打开包袱全漏了 老太太往外蹬 可这蹬呢 那里边有大小张 也不知道摸的哪张 蹬出一张来 不给这伙计 自己拿这张银票先瞧 还行 五百两的 大张是一千的 没拿出来 你瞧瞧这个 伙计不认得别的 认得银票啊 拿了一千 这地上哪儿 见过五百两的银票啊 没收过这路钱呢 老太太 您这是银票吧 啊 五百两 啊 这玩意儿 您 您住几天呢 说不好 反正 得住些日子 您得多住些日子 您要不住个三月俩月 就找不开您呢 这怎么弄 五百两五百两的给 这是鸭柜 用钱的地方是多的 呃 这么着 你们那 去几个人 出了你们这店 万北走 大概 得走个十里八里的 哦 干嘛呀 到边有个老头 说是从你们这店出来的 他走不了道 你们给搭回来 啊 王家店这伙计一听 这倒不错 早上起来我带人扔的 现在我再往回捡 不是老太太 您 有钱 有钱 老头欠你们多少钱 完全我给 连他以后住的店里边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 都我出 你们不可错待于他 到道旁 把他抬回来 他身上的病 我能治 我让你们准备什么 你们就准备什么 把他的病治好了 结完了店翻账 不说不欠 我们一块走 哦 王家店的伙计一吐舌头 还有这事 这老头 打窝在我们店里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蹦子没有 眼看要死 我们掌柜的也损 让我带俩人给扔出去 这真死的半道上 不是害人命吗 可是没招对 死人嘴里边 问不出话了 谁瞧瞧我们 顺带这扔来的 就怕这半死不活 还行过来了 还行过来 这要把他们告一个 怎么办呢 到时候来个失口否认 也就是这意思 没想到这老太太 要给搭回来 搭回来可是搭回来 我有要求 哎 您说 要半道死了 就别搭回来了 我可不管 不但不管 我上衙门告你们去 说你们店里害人 别叫老太太 轻拿轻放 小心着点 姿势喘气 活着搭回来 我能救 行 您稍微等会儿行吗 您这银票数太大 我们也没见过这路前 我们得找这瞧瞧去 咽咽 要是真的 您要多少老头都给您搭回来 混蛋 我要那么些老头干嘛呀 去搭人去 哎 到柜上把这可就给先生 先生一瞧这个 看不出假了 你等会儿吧 往镇上跑 镇上有银号啊 有钱庄啊 到那一瞧 这张银票没毛病 咱来个现打不说 柜上要这么大张银票干嘛呀 全换钱 这五百两银子就算对出来了 当然人家得收点手续费 跟现在的银行意思一样 一下对过五百两现银子 一般的钱庄还对不出来呢 这钱庄还真不小 五百两银子对出来 扣点手续费 把现银子全报回来了 掌柜的带伙计一瞧 有现钱这么些个 那您说成是什么呀 拿框 搭着框 赶紧去抬老头 混蛋 扔的时候拿框扔 往回抬那是活祖宗 那是财人爷 能拿框往回搭吗 用的不拿框怎么办呀 拿门板 别拿门板的 拿床 拿床得六个人抬 四个人抬不就行了吗 那不成啊 中间得有俩换间的 要不累得很啊 最少得去六个人 八个人都去 店里这么些人 谁盯着店里不用 伺候他们俩就行 下车那些爱住不住 好 店里一共五个伙计 连仙人带掌柜 全跟着去了 到那一瞧 老头 真在道边那躺着呢 躺着草坑里头 哎呦哼哼 店里会都认得他呀 行了 你碰上胡贤爷了 你罩话了 老头一听 哎 你们呐 我说你们什么好啊 这老太太到店里 都给了你们钱了 摆着信 没有照啊 打头你们就认得钱呢 行啊 摆着信 头一个照 照钱损理啊 摆着信 没有照 打头就认得钱 哎呀 这老头还挺有文化 您受累 给我们回去一趟啊 老头去老二不回家也不行啊 老太太嘱咐我了 没想到老太太真讲信誉 跟我非亲非故 花钱让王家店人给往回搭 把老头 搁在这床上 来之前还带床宝贝 给老头也盖上了 六个人搭起这床来 俩去头 俩去脚 当家 还有俩扶床帮 这么着给搭回王家店 到王家店 一直给搭到上房屋 老太太说 这三间归我 那三间归他 预备东西可太多了 你们预备纸吧 把纸笔墨烟预备好了 老太太就又写 哇 写一大张 掌柜的一瞧 预备东西可真不少 照着这个单子 买去吧 弄去吧 老头在这屋躺好了 老太太过来 二次给诊墨 跟老头可就聊上了 你姓什么 叫什么 你说你是江湖人 武术家 为什么闹得这地步 你得跟我说说啊 虽然说病治有缘 咱们俩就算有缘的人 我得知道 你这个病缘在哪 病因是什么 老头说我姓石啊 我叫石横石玉光 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薛晓就有些个名号 江湖人宋伟称 叫醉卧棉石 半鸟鸣 老太太听风放下说了 你的病源我找的了 喝多了 就往石头那一躺 是不是 醉卧棉石半鸟鸣 一睡多半宿 多的鸟一造林 天一亮 你才算醒 燃 还是燃哪 一辈子老路奔忙 这是老损之病 别看你有功夫 越有功夫 发作的越快 一运功 一实力 气血走不到的地方 就堵住了 就因为你常年在粮食堂上躺着呀 年轻的时候 好办 现在您都懂 新陈代谢快 他这血脉催得过去 年老了 没那么壮的火力了 气血催不过去了 到这就堵住了 这就是半身不随 动不了 老头一听 既然找的病源了 您能治啊 能治 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 老太这单子上广药 就开了好多 一个药铺抓不全 王家店的伙计出去 跑了仨药铺 才把这点药给凑全了 回来之后啊 有很多的药成包的 倒到大缸里头 老太就 然后把灶上 烧开水 往缸里边倒 这些药材完全都泡了 拿热水泡 这儿再拿呀 不是药锅 吃饭的那大锅 单煮药 再把煮得了这药啊 对的这里边 掺着这老头子 把医生都给他脱了 我那钱有的是 给他买几身新医生 单预备着 这旧医生完全都烧了 不要了 去去晦气 你们搭着他 上那缸里边 给他洗澡泡的 可是有一点 把人泡到缸里之后 上面拿棉被 把缸口都给盖盐了 捂着 多热 出多热汗 都别让他出来 得够中点 照着撒十针泡 大伙一听 这老太太 除了有钱 办了神仙 我们还没瞧 这么治病的呢 这么大岁数 动不了了 愣能给泡过来 行啊 老头动不了 脱不了衣裳 这帮伙计 七手八脚 把衣裳全都给脱了 搭起来 往缸里边搁 老头一瞧 这一缸都什么呀 熬得了药 也堆在里头 里头泡了好些药 这一缸 黑的 跟酱油一个色啊 这就算给我腌上了 哎呀 也不知道来年 腌得了什么味 坐在缸里头 他也动不了 想出是出不来呀 大棉被一盖 连五分钟都用不了 这汗就下来了 老头受不了啊 哎呦 要死人呐 你们还把我扔到边得了 那玩儿凉凉函的 一会儿死过去就完了 这好活受罪啊 净听说到阴间十八层地狱 也就这样了 饶命吧 老太子说了 这么着才能活 得泡垢撒食着 哎呦妈呀 撒食着 没半个食着 老头就死过去了 为什么 虚脱出那么些汗 这么大算哪受得了 老太子一瞧 甭慌甭慌 拿汁渣 罩着脸上 脑袋上的穴被扎 哎你还别说 扎上之后 悠悠转型 和睁不开眼 把这牙关敲开 灌水 说是水 可是药水 这是里外一起用功啊 连扎汁带疼带服药 足遮都够撒食 中间死过好几回去 中间够了 把他捞出来 这缸 这缸药怎么办呢 遮 找没人地方 到了 不要污染环境 刚刷干净了 给他换干净衣裳 让他躺好了 预备点东西 给他吃 你看老头 二次还醒之后 还真饿了 让他吃 没事 随便吃 能吃多少 吃多少 这是单给熬内服的药 吃完了饭 过了一会儿 再服药 老太太又给用了一遍针 晚上得有俩人伺候他 干嘛 上吐下蟹 他这岁数要不吃东西 连吐代蟹 非死了不成 得让他先吃点东西 吃饱了 才敢给他用这药 晚上吐完了之后 拉完了之后 可不许到 明天早上我得瞧 我得瞧这个粪便的颜色 哦 折腾多半年 您怎么样啊 我好办 给我弄狗吃 预备点茶水 你们就甭管了 老太太真累了 一会儿老太太睡了 他是睡了 这十恒十欲光 醉卧棉石半鸟鸣 这么大的侠客 可就折腾起来了 上吐下泻 比在缸里泡着 这醉又难过了 折腾啊 又搭着年岁大了 实在动不了 还不能到 都给老太太留着瞧 老太太起来一看 行 没问题了 给他吃早点 吃完早点 吃药 白天接着拉 就是不拉了 就是没有往下打的药了 又给用针 简断说三天 老头胳膊也能动了 脖子也能转了 浑身上下呀 全能动回来 这叫先被下抗 老太太说别急 这可不行 你虽然能动了 气门是通了 但是像你这么大岁数 受了这么大的伤 且得缓呢 就到我手里的 也得再照着半个月 还能下地呢 还得那么长时间 好在后边没有什么 最受了 这五百两 可也不禁这么折腾 伙计一瞧 搁这五百两 电班差不多了 这老头也快好了 假献殷勤 过来问来了 怎么样老神仙 十老爷的病 好的差不多快利唆了吧 正好 您压贵那钱正合适 你听这话说的 也不说多也不说 少高正合适 正合适 你看那也好了 这钱也差不多花完了 要不然您是神仙的 甭废话 明白 瞧这钱快花完了 又要钱来了 没关系 还想包子里摸去 摸出来一瞧 这不行 这渣太大 十虹一瞧了 太太您甭费事 不怕漏白 死我能下地 没有人敢抢您了 有什么话冲我说 行行行 找小渣的吧 找小渣最小也五百两的 拿去换银子吧 道上我不敢多带银子 就带点散碎银两 这有他的就行了 把银子都给我换回来 欠夺着电风帐 全给你们 剩下我们带着 还赶路当盘着用 好吧 把钱都给换回来 再瞧石红石欲光 精神焕发 这就算缓上来了 终于等到有一天 老带着说 您可以下地了 活动活动吧 哎 好 这一活动 这医院咱可吓坏了 满院子跑啊 房上房下一通 窜呐 多是日子没动活了 这一两个动活 他得漏了功夫 赶这罪卧棉石半鸟鸣 好顺的功夫 老头子在江湖上 赫赫有名啊 这几个兔崽子 当初你们怎么扔的我 这回我怎么扔你们 多了也不扔 照着一百里地把你们扔出去 有命自己往回走 没命 该死的外婆我管不着 连掌柜子带火就全跪下了 您饶命吧 谁知您这么大侠子 老代的说 你回来 你回来 坐屋了 咱们俩聊了 我死一去江南 要去这地方 提起来 许你知道 许你不知道 哦 您说吧 您上哪 我保证您 我要去江南 巨鹰山 是了 沈老头一听 你 你干嘛想去这呢 上江南巨鹰山干嘛去 这胡老太太这么大能的 上江南巨鹰山干什么 在哪头的 不知道啊 老代说 我上那找儿子 哦 令郎在巨鹰山 不在巨鹰山 他是去办巨鹰山的 哦 怎么叫去办巨鹰山 我不懂 这么跟你说吧 他是在京中 奉了王爷的命令 带着他一个师哥 大哥的寿员寿永年 小哥俩一块到江南 巨鹰山附近 说是有个什么 卧云庄啊 是有什么呀 到那儿找王爷的干儿子 叫张芳 帮着镇前效力 一块打巨鹰山 我到那儿是去找儿子的 哦 石横石玉光一琢磨 行了 嗯 感情 他们是这头的 本来我还想凑凑 巨鹰山这场热闹 因为巨鹰山上 我有朋友 要这么一听 还不能上巨鹰山了 我得向着 我这恩人老太太 那没得说 我也够奔过云庄吧 您这儿子多大了 我这儿子也二十大几了 跟那两位老师学 学武练了不少年了 哦 跟谁小的啊 有名没有啊 我不知道在江湖上 他们有多的名望 反正我儿子回来说 还是这剑客 哗 还是这剑客 天下有名的剑客 我心里装了不少 石横说 你提不提吧 我许认识 他这授业恩师是个和尚 人称 智园 智园长老 泰山石嫂 后来又拜了一个师大爷 叫赵兰田 哎哟 石横一天站起来了 这还不好论了 令狼令得比我还长一位 是你这么大岁的 那么小的辈 我哪知道啊 你这也是 哎呀 没事 我们师爷给我竟收师叔 错来 您是恩人 怎么都行啊 要打您儿子这令 我还得叫下去 你甭叫我了 你也别恩人 大概您比我年长 我比您大不少呢 咱们就兄妹相称 这样道上也好办 那我不攀大了吗 不要紧 各邻各的 其实我也有老师 我是姓慧老神尼的徒弟 哎哟妈 您辈更大了 好家伙 这老尼姑还在呢 还在 他不在 我跟谁小的 我就跟他小的 那没别的 我现在病也没有了 我保您够奔江南吧 行啊 道上有一人陪着 有你我是踏着多了 你看 这人就得有好心眼 救了一个石老头 我这一路上 可保无虞 就算啊 没有烦心的事了 把王家店人找来 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额外还多给 老头虽然要教训他们一番 以后再碰上穷人 别这样 就瞧不起病 给不起店饭账 也不能往大街上一扔啊 真死的外套 你们这不是屠材害命吗 这帮人现在 那是玩命检讨啊 就甭说了 老太太回来 又教训他一顿 日后你也不能那样了 喝完了酒以后 哪凉快往哪躺 这么大岁数你挨不住 再要病了 可就治不过来了 您放心吧 给老太太花钱雇辆车 老太太坐车里头 他跨车园 艳路无数来到江南 跟人一打听卧云庄 敢到北庄门进不去 咱们就接上上回书了 人家要腰牌 把老太太搁在树林的里头 老头子前去交涉 没想大个寿员往外闯 寿员要问巨婴山报仇去 人家这不让进 可也不让随便出 说您这没有庄主的命令 自己私奔巨婴山 他不行 他这一扒了 装钉拦不住他 那又一扒了石老头 石老头一看这个猛汉力大 不能吃眼前龟 伸手拿他的穴位 以夺的力量 这穴位一然拿住了 可就不行了 大个儿趴下了 老少群雄往外赶 树林里边老太太也出来了 胡远任的妈呀 过来给跪下了 娘您怎么到这儿了 这才把石老头一块让进卧云庄 老太太把所有的经过 简单一说 胡远可乐了 各位前辈英雄 白老剑可有救了 白老剑可中了 恶道李居灵的毒药剑 无人会议 现在我们老太太到了 算行了 这不天上掉下来的活福子吗 我们老太太专制毒伤啊 当初师哥受援受伤 也是我们老太太救过来的 石老侠客 也是我们老太太救过来的 活人无算 这点伤对我们老太太来说不叫事 来吧 给白老剑哥看看吧 老太弟小我还真够忙的 白老剑哥多的受的伤 就是头天夜里 到现在 子不见五 还没到对食 那就好办 我瞧瞧吧 到这屋一瞧 外伤没什么 爱一保健就拿个口 这毒口够厉害的 老太太一给浩沫 行了 开药方子 预备东西 旁边石老头一瞧 给他预备大膏 割药水 泡打 把毒全给发出来 跟你那不一样 你别跟他瞎掺和 但有治他的办法 你说这玩意 男者不会 会者不难 这个商 这么些人物 全是高人 没有一个敢伸手的 没办法 到人 胡老太太手里的 小三三 家常便饭一样 开完了 要往那一坐 气定神仙 众为剑侠和义乔 就知老太太心里边有底 白二爷没事了 说着没事啊 这病也不那么好治 内服外用的药 全都用上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直到当天夜里头 这才哀忧了一声 叫了一声恨杀乌野 大伙赶紧到乌一桥 白二爷要先背 俩眼痛红 要找恶道玩命 老太太过来了 可不能让他动啊 你们这里边谁是主事的 可得把他摁住了 现在一动 还麻烦 马斯巴赶紧过来了 白二爷 要没有胡老太太 您的性命有忧啊 现在给您治伤 千万别动 白二爷这才明白过来 哦 一看这环境 知道自己是两世为人 我现在不得失礼 多谢这位老人家了 也不是别人 少见个胡允的亲娘 您好好养着就是了 老太太又给用药 三两天的功夫 白二爷身上没有毒了 去静 外伤就好养了 大家伙一看白二爷 身体不敢说 恢复如初 总是好得多了 共同商量 怎么样探山 那还丢一个呢 二旷弟兄回了一个 把白二爷背回来了 还有一位 让和尚打在山沟里的去了 生死不知啊 这怎么办呢 正在商量之际 可了不得了 来人了各位 今天这书啊 有点意思 庄外来一男一女 一个老头 三个人口口声声 要见张老爷 和众位见匣子 张方一听 率重而出 到庄文这一瞧 真得说喜出望外 头一个往外跑 一男一女一老者 这个女的跟那老者 在后边站点 当先一人身高足在八十开外 身上穿土黄布的裤罐 左大就是 踢开骨子 扭的扣 腰里边记 荣神 斜挂一对 子武记者 鸳鸯鱼 鱼鱼 是他的名字 子武记者 鸳鸯 是他的定语 他这个 你讲鱼法干嘛呢 你知道吗 说书就说书 你别讲鱼法 都知道 子武记者鸳鸯鱼 往脸上看 子薇薇一张 四方大脸 浓眉大眼 鼻子口证 在场诸位 就不认识他 多少有些个耳闻 正是 北高峰 喝好带花 人称 镇八方 此便昆仑霞 铜海川的便是 铜林道 身后见可于秀娘 还有道岳父 山东吴老为首 于庭于子御 这是一家子 大伙喜出望外 认识的自不必提 不认识的过来 彼此一引见 说你们 一人仨怎么感到了 听说张芳到这了 我们也前来投校 一块商量 攻打巨鹰山的事情 那咱们就不能 不说了 得表表 通林达哪来 通林达河南来 前文书 咱们说了 通林于姓娘 拿河南府 一直在 钦柴年庚瑶的面前 河南府这儿 事儿基本办完了 现在 要打巨鹰山了 这么些人都在 大人的面前也没用啊 商量商量吧 谁留下保护大人 谁勾奔巨鹰山 现在镇东霞走了 还有北霞 还有南霞 还有二霞 猴杰人等 还有一帮 小弟兄 通林跟秀娘提出来 勾奔江南 谁跟着呢 就是老丈人 于庭于子玉跟着 大人跟前 全交几位老侠 南侠北侠 二侠口节 临走的时候 又嘱咐 古小子牛小子 和几小弟兄 都听二侠的话 让二侠看着他们 书不要太麻烦 通林跟娘的人 怎么辞行 咱们就不说了 一人三个上路 鸡餐可因 小型夜宿 购奔江南地面 白天走的吧 到晚上 有时住店 有时不住 还要比比脚力 这一跑起来 通林跟于秀娘 别看两口子 暗含着也较就近 因为通林这跑光 在咱们这套书 是数的上 有基础 现在功夫越来越好 他媳妇于秀娘 够见客身份 跑得也不慢 可就苦了老头子 老头子于庭 别看 能耐不小 这要跟闺女姑爷 跑得一块 还未见得 跑得过他们俩这 就跟他们俩说 咱们慢点 行不行 你们两口子赛跑 我这么大岁数 天天跟你们一块 跑得 声都带喘的 这正说着 唰啦一下 头都跑过 人影去 这人可真快 就在三人的面前 晃三晃 摇三摇 已经就跑远了 红林也不搭话 往下一扶腰 随后就追 于秀娘回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老头一摆手 那一次快追 别让同林一人涉险 于秀娘也追下来 赶老头喘云了气 再往下追 追着追着 追到一个双阳岔路 不知道往哪头追呀 站在原地等吧 等的空份不大 同林又这边回来 于秀娘又这边回来 在这双阳岔路 和鱼仨碰面 两口子一摊手 没追上 老头子于子玉 倒抽一口凉气 知道自己孤业闺女 什么能呢 这俩人要都追不上 那这道黑影 可以了 够快的 没追丢啊 没追丢啊 一直撵着呢 到双阳岔路 怕追 岔了 往那边跑 秀娘往那边跑 都没追着啊 也不知什么人 你说晚上看一黑影跑 就说人是坏人 这也交代不下去 可是按常规来说 好人谁大叶子 出来跑啊 要碰着人家 还问咱们呢 你们仨晚上跑什么呀 得了 既然没追上啊 那就去去吧 算了吧 咱们住店吧 好吧 这天都快亮了 这阵住店也交得不下去 且看累不累吧 要不累 咱们白天接着走 一会打着肩 天到傍晚 今天咱们早投店 早歇着 今儿晚上咱就不跑了 老头子说不跑得为好 我这么大岁数 跟你们俩这么玩命跑 可受不了 找地打肩吃饭 吃完了喝足了 缓过来歇一会儿 接着往下走 天过傻午 老头子就提出来了 看见没有 这傻午歪了 再往前走 死有店 咱们可就住 行啊 刚说完这句话 风就下来了 有道风是雨的头 眼瞧要下雨 老头一看 你想不住店也不行了 别让雨轮着 紧走 看着店赶紧住 好吧 还真不错 雨下的不大 可是身后的这片黑云子上来了 准是一场大雨 头里已经瞧着店了 仨人夹紧了脚步 没等雨完全下大 赶到店守着了 火急一瞧 呵 三位来 王黎请 让过来过岛 刚到帐房这 街里边出了一位是掌柜的 伸手把伙计拦了 哎 别往里让了 怎么了掌柜的 满了 你让这三位住哪啊 呦 坏了 我这脑子 刚才让进两拨来 我认为还有闲 挺不好意思 转回头来啊 请您抱歉 老三位对不住 我们掌柜说的是 一看要下雨 我让就两拨去了 一刹时住满了 我认为还有闲房 把您让进来了 这实在对不住 您再赶一间吧 老头子一瞪眼 我再赶哪去 你看没有 比我们进殿的时候 已经下得大了 哈哈 这 现在我们往哪赶呢 你 上里边找好说话的 云住一间了就是 掌柜一听很为难 老少三位有男有女 这怎么云呢 不知你们什么关系啊 这仨人能不能住一屋啊 再说哪有好说话的 看下雨 人家都不让怎么办呢 掌柜就没敢应 伙计 小掌柜就不言言 有点作辣 怨我不对了 这么着 门到这有伞 一人来一把 我打着伞 送您三位一对 头儿有电 您住下 我再把伞收回来 这伙计说这话 也交得下去 奈何一劫 这老头子不走了 门到这儿有板灯啊 老头儿往这儿一坐 不住也等雨住了再走吧 有伞 有伞也顾不上失邪 我这挺好的邪 也别差了啊 咱们前文书教这个 山东府老家里边是大财主 大爷与子玉 在家里边想福想惯了 跟着这俩这么跑啊 老头儿心里本来就有点火 心里话下着大雨 我邪也差了 身上也轮湿了 我犯不上 我跟着歇歇带走 再说我得瞧着 你说的真的假的 万一你要有房呢 多给俩房点不在乎 童林跟于秀娘 两口子不能说什么 老头儿坐这赖着不走了 两口子也不圆 等一下往门道一站 掌柜的冲伙伙伙伎几个眼儿 那意思这不做辣吗 你也不想想有房没房 你往里让 让下去了出不去 这老头泡蘑菇不走了 冲着几个眼儿 弩嘴 你给他对付出去 打伞给他送走就完了 掌柜的假装进桂房 桂房有个帘子 他一先帘子 桂房里面坐这一位 这位是住店 这下雨了出去 闲着没事在这屋跟掌柜的 斗牙签子闲聊 这帘子一掀 没看见别人 他瞧见于姓娘了 这主意瞧于姓娘长得漂亮 外边这矫情呢 他可听明白 他打个哈哈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掌柜的 这不为难 怎么意思呢 我住了三间呢 那那那我姨儿也不能躺三间房里头啊 云一间怕什么的 这老爷子说的对 云一间吧 我我我我云一间让他们住 房间都好说 反正我姨儿住也交三间的钱 再多住仨人也交那么些钱 他们要有就给没有就算了 哈哈哈哈 就好 挺大放黑 老头子一听这话搭茬了 哎 好 你瞧 哪都有好人 然贵的 其实这位朋友肯帮忙 人家愿意云一间 但是最好啊 这位说的话 孙帐房就出来了 他一瞧 老少 老少三位有男有女 我云一间是云一间的 您三位 这怎么个意思 咱怎么住啊 我那三间房 您这又有男的又有女的 我怕不方便呢 老头子还都瞧了瞧他 这是我姑娘 紧跟着纸 红海川 这是我儿子 老头那也没瞎说 爷姑爷扮了儿 咱们平常生活当中 管姑爷叫儿子 这是我儿子 这小的一听 哦 兄妹 那行了 这样两口子我可犯不上了 那一定是他们两口子住一间 我跟老头挤一间 我吃吧 撑着那一老头上我屋干嘛来 那您家怎么住啊 我们仨人一间就很好 您既然是肯发善心 云住一间房嘞 我们仨仨一间 哦 好好好 行 没事 那个堂屋也能单住 您要嫌乱 赠扮咱这三间房 我跟大哥住这屋 您自己单住堂屋 反正就碎出来 最里头那间屋 让这大妹妹住也就是 你看姐 她这先给导演 她先让余秀娘单住一屋 她跟同龄住一屋 让老头住一屋 这样晚上 她不就有点机会了吗 安排的挺好 老头一听 心里全明白了 点了点头 真好 我们仨住一屋 呦 这小子一听 没截我眼了 行 那再找机会吧 来吧来吧 反正是下雨 来吧来 到我这三间屋 瞧瞧 一明两岸 余秀娘不废话 进了屋直接就进里家了 把自己的包袱一放 同海川可以跟进来 老头的堂屋一坐 这小子过来了 老爷子您贵姓啊 你们仨人都姓于啊 哦 都姓于 是是是 我姓王 谁问你了 自己说 我叫王全啊 哦 王全 你的心眼很好啊 这三间房多少钱呢 我们住这一宿 这你一间房 你说出个价目来 我们好给你房去 您这是干什么呀 虽说萍水相逢 哪不是交朋友吗 我姓儿住不了三间屋 本来是好亲戚 他赶上下雨了 您三位已经进店了 再轰出去 让谁瞧着也于心不忍 您 姓儿撒几年一间屋 我还要什么房去呢 怎么着我也交这些钱 算了 哎 不但不要房去 这下雨我也出不去了 姓儿待着也没事干 这么办吧 我让伙计 弄点刹 打点酒 您也走乏了 我陪您咱们俩 喝点 然后让那位兄弟 跟大妹妹 也吃点喝点 一会儿天黑了 咱们就睡觉了 您看这怎么样啊 老头一听 这怪不合适的 让您云住一间房来 还让您花钱请客 那多不落人哪 这话音刚落 于秀娘把李坚联一打出来了 爹 您这是怎么了 他不请客 咱仨仨不也得吃饭吗 难得 这位大哥 这么样的好心肠 他要请客呀 咱们还就诚心扰他 已经住了人房了 咱还跟假客气什么呀 一事不凡二主 房钱也归他呀 饭钱 酒钱也归他 咱们已经扰人了 干脆就扰到底 王全一听 这妹妹太亮手了 这话听着我高兴 王全一琢磨 就我这小模样 我这意思 你在瞧他哥哥 怯劳感的模样 穿的衣裳 土头土脑的 连句话都不会说 王全一听 哈哈哈哈太好了 娱乐爷子 您这姑娘是明白人 甭问 她在家里头 也能做自己的主 你就这话说的 您听这话 都让于秀娘听 你自己得有主心股 才能做自己的主 咱俩晚上好勾的勾的 老头子没搭调呢 于秀娘就把话接过来了 那是 这么大人了 我还做不了自己主 你别想 他是我爹 老头糊涂了 他管不了我 说着话 穿礼 屋一挪嘴 他也管不了我 同龄在屋里一听 我是管不了你 你是健康 谁管不了你 王全一 你跟我媳妇搭个吧 你要不说出矿外的话呀 还好慢点 要是借着喝点酒 打算调一调一他 别瞧我是他丈夫 我还不管 不是说我这人大方 他确实能做自己的主 反正今天你身上得少点什么 越发的同龄不原意 姑娘搭话老头也不原意 装傻 喝把王全给高兴打 火箭火箭快来快来快来 火箭来了 怎么意思 拿钱拿钱拿钱 说着话往外就拿钱 拿出无量银子来 合着这无量银子买 连饭菜带韭菜 把韭爷打回来 别给我剩钱 别给我剩钱 一会儿单给你赏钱 下着雨 外边买东西不容易 快去快回 我得请这三位 萍水相逢 这叫什么 这叫有缘呐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能在一屋睡觉 你说我们得多大的缘分 火箭一听 小的没安好心 五两银子买菜 你们四个能吃多少 小七门 我得生二两五 行 这就给您办去 拿银子出去买去了 五两银子 哥那会儿可不少买东西 火鸡火鸭子 买了不少的肉 要给打的酒 真没少买 各式样的青菜 甭说这四个人 连掌柜的带这些伙计 今儿都打牙记 这也没花了五两银子 剩下这伙计全给咪了 告诉这儿下呢 这屋子菜单给炒 还真麻利 不大伙的功夫 先把韭菜给端上来了 酒也给烫得了 王全过来了 老爷子 来吧 请入席吧 喊大哥 跟大妹妹一块吧 老头子还真不客气 居中而坐 孩子们来吧 吃吧 既是王全请客 咱跟他就甭客气了 于小娘真大方 挑帘顺礼物出来 往这一坐 这就伸手要抄酒壶 王全一看 怎么着 妹妹你也能喝点吗 能喝啊 你打了酒 这么些个酒就你跟我爸爸俩 喝不了啊 大哥呢 他怎么不出来啊 他呀 他羊活着 他不吃不喝就能活着 怎么意思 刚才进礼物 童林就运气 童林小时跟他嘀咕 你真大见个 你跟他斗什么牙签子 多余大字的 这路人得教训教训他 那你乐意 你来吧 童林赌气不吃饭 不爱看这样酒色之徒 他也不出来 这儿于秀娘喊的 嗨我说 出来吃饭啊 也没个称呼 嗨我说 童海春 撅着嘴 顺礼物出来了 大子脸蛋的往下 一沉 瞧这王全 哼 再瞧这桌子菜 心了话说 你要倒霉 闷头 吃 他也不让老丈人 也不让于秀娘怕自己多说话 说漏 吃 也没喝酒 吃饱了 喝足了 进屋 倒头就睡 不管了 这儿可是 这王全可显出殷勤来了 老爷子长 老爷子短 大妹妹长 大妹妹短 紧着给二位劝酒 他陪着一通吃 一通喝 老头子听凤凤话 捋着胡子 吃的顺对流油 吃的挺好 哎呀 我这岁数啊 走多半天 外边下雨 贪杯 我想暖暖身的 多喝点 有点晕晕乎乎啊 得了 你们俩喝吧 我也躺回去 晃晃悠悠站起来 于亭于子豫进礼屋 也躺着睡觉了 外屋就上去 于秀娘跟王全来 王全还假装 站起松了 老爷子我掺点点 不用不用不用 老头进去了 王全算回头 一瞧于秀娘本 于秀娘做老头 刚才那做了 呦 这才叫 酒不醉人 人自醉 骰不迷人 人自迷 这点酒一下 都越看于秀娘 越漂亮 俩眼可就宁了 该找今天 我有这口艳福 他爸爸跟他哥哥 俩人都躺到屋里睡觉 招耳的一丁 这葫芦已经起来 看来我的机会来了 哈哈哈哈 你就塑造 这路人物不好塑造 在家都得对着镜子练 咱不是这路人的 咱们不会 怎么能把这演出来 照着镜子苦练好几天 所以这艺术不好搞 您知道吧 皮笑肉不笑啊 一晃三摇过来 超级酒杯 我说 美人啊 我的大妹妹 难得 哥哥 我今天跟你投缘 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亲妹妹 我得把你嫁一个好人家 呦 什么人家算好 什么人家又算不好 妹妹你说呢 余秀娘伸出手指头 照着脑门一戳 我瞧王权哥哥 你这样呀 就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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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